你有沒有想過,要做一些有大學水平的研究,你要留意些甚麼? 當然啦,你需要了解這些受眾的需要 不要期望他們能夠清楚明白你說的所有事 就算他們是教你的教授也是這樣說 在預備的時候,應該想想有甚麼會吸引他們留心聽你的新觀點 以及引發他們去思考 還要預先想想他們會問你甚麼問題 最重要就是,不要忘記要有學術誠信 千萬不要抄襲 等等,好像漏了些東西 對了,就是你的研究成果,是否真的見到人? 試想想,如果你把你的想法亂堆在一起 你的受眾會否知道你的研究想表達甚麼訊息呢? 又假如你只是表面輕輕大過你的論點和資料之間的關係 你猜大家又會否覺得你的研究是有了道呢? 嗯,現在看起來好像比較好 記得要時時反問自己,為何要這樣放些資料 我的受眾會否明白我的研究有甚麼中心思想和背後支持的理由呢? 對了,就是這樣 你已經將你的研究中所用的觀點和論據 有條理、有系統統統統統成為了一件有深層意義的作品 做得很好 還有,其實你可以令你的研究成果更上一層樓 不如現在就開始想想 如何將研究成果套用在不同的情況下去看看吧 拍照 感谢观看